這是宜蘭縣議會成立的保釣辦公室 就在昨天是夜襲了耿方漁港 企圖從宜蘭投城搭船出海 甚至還將這鴿子綁上了標語和國旗要宣誓主權 但是因為這些船員沒有船員證 被暗巡勸阻的突襲行動是宣告失敗 用船上拋繩槍以及爆竹等違規物品也被搜出 保衛釣魚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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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手拿中華民國國旗甲板上高呼口號 12位保釣辦公室成員 3號深夜發動出海保釣行動 突襲宜蘭耿方漁港 事先準備50隻鴿子棒上釣魚台1號標誌 想要充當空軍用尿吸抵達釣魚台 沒有人在為我們的漁民發聲 而且中央漠視不管 今天如果我們不站出來 我想保釣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等上一艘延伸釣魚船掛漆鑄旋 宣宣式的白布條準備展開保釣行動 上百名海巡人員發現這保釣行動 其實有缺失 沒有船員證保釣成員不斷被勸下船 海巡登船安檢更發現拋繩槍爆竹等爆裂物 認為不符合出海規定將違規物品全數帶回岸上 所以我希望今天他們可以放行讓我們出海 我們要去保衛釣魚台 抗英文宣已經放進空瓶 準備放流到釣魚台懸釋主權 被沒收的鞭炮也是成功登島時準備施放 但沒有船員證違反規定 就是不能出海海巡依法禁止出航 突襲爆料卻因為不熟出海程序 殺魚而歸 記者綜合報導 從前輩有我和你 從前輩